还有一个原因 导致我跟他矛盾挺大的 就是我今年不是在 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嘛 就是唱歌嘛 我写了很多原创过去嘛 我夏天就跑到那个快乐男生 没有参加到 他就说我写了那些歌不行 我就很还他了 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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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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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了快四十年了 这后院都起火 都招成这样了 您还快乐男生呢 你这会儿提快乐男生那件事 你这是纯粹招腾呢 我们刚哄好点 你到底想解决不想解决 先解决家庭矛盾 对嘛 理想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实施 这句话不对 我要给你修正一下 理想很可能对人 对很多人来讲 理想可能一辈子都实现不了 但是它会很美好 把它远远地当个目标 可是脚底下的路 必须一步一步自己走 比如说你要去成都 要去创业 让前妻觉得 你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好父亲和好丈夫 这是你现在最该做的事 朱先生 其实刚才老师们给了你很多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再精彩 可能也不是小琦最想听到的东西 因为毕竟要跟他过日子的人是你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你 你有什么想跟小琦说的 你对未来的打算和计划 你现在亲口告诉他好吗 只要你能够真的原谅我 还真的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决定去打工 如果你不愿意我的成都 我都无理我给你打工也可以 你小的儿子能够乖 是吗 不能影响下的一生 因为我两个人的一生都已经被我们的父母影响了 真的我不要我们再看到那个乖的儿子 是吗 真的我俩你我俩儿子 我都什么苦什么事我都能干 真的 你也只能走到 真的我看到儿子 真的我实在太后悔了 真的也后悔 真的希望你能给我最后来的机会 好吗 其实朱先生一直反反复复地说到儿子 刚才有一句话其实挺打动我的 他说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都受着父母的影响 所以我更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和谐的完整的爱 我们常常说两个人感情走到的镜头要分开 受到最大的伤害的那个人一定是孩子 真的很可爱 我看到小琪在看到孩子的时候 也忍不住在流眼泪 小琪想想刚才专家老师们跟你说的那些话 再回忆一下刚才 周先生跟你说的那些 他对于今后生活的打算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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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一个月没见到母亲的小春不顾一切地扑到了母亲的怀里 一直在场上伤心落泪的琪女士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试读情声 看到天真无邪的儿子 她会给这个不但伤害她的男人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吗 小琪 你还愿意给朱先生一个机会 再重新回到这个家里来吗 或者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不放心 需要他再给你一些你想要的保证 是口头上的保证 当着这么多电影之前观众朋友给你郑重做一个保证 还是要他白纸黑字写下来给你这样的一个保证 你都可以提出来 一边是曾让他受伤的前夫 一边是天真无邪的儿子 内心纠结的琪女士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她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我想是就是这一年的时间 你愿意再给她一年的时间 看她这一年的表现 表现还真我 还有说好 写好 就是说 就是你一年没改 不要再来骚扰你的生活 不要再骚扰我 我可以找其他的男人 就是对我好的 我可以给别人结婚 你不要来骚扰我了 反正小孩我认 小孩我肯定还是对他很好的 实际上呢 我应该是怎么会给你